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是女主角 却因为某人代资进组而变成了配角 更有甚者表示 这部戏的播放量没有突破百亿 都是格雷斯的播 毕竟许多人都是因为他才选择戏剧的 事实上 从开播至今 网上关于格雷斯饰演者曹西文的传言就没有停过 主要就是说他的戏份太多了 使林浅和立志诚发狗粮的戏份大大缩水 许多观众为此感到不满 女二戏份多于男女主的情况 在这部剧的中后期尤为明显 直到大结局时 女二都有超过20分钟的镜头 比男女主加起来都多 秀场变成婚礼现场 这个梗虽然很唯美 林浅和立志诚也终于得到了完美的结局 但这样的结局来得实在是有些突兀 甚至说是有点仓促 好像两人突然就结婚了一样 中间完全没有什么过渡 在《青城时光》MV中 立志诚推着怀孕 到林浅荡秋千的画面 在电视剧中竟然从来没有出现过男女主角的戏份 被删减得如此可怜 直到最后一集都没让观众看过影 相比之下 曹西文的戏份完整的有些拖沓 就拿宁维凯张俊宁试 像格雷斯求婚这个桥段来说 本来可以飞快地完成下跪 请求 戴戒指 拥抱等一系列动作 然而不知道为啥这个剧情就变成了宁维凯拿着耳环下跪 随后站起来说戒指在裤兜里面的 掏出戒指后又跪下求婚 宁维凯都跪了两次了 格雷斯还做出一副你没求婚的傲娇样子 这样你来我往 我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两人终于抱在一起 留下了感动的眼泪 令观众难以接受的是 曹西文加戏已经加了四十多集了 没想到连最后一集都不放过 许多观众表示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看到最后才发现 这部戏当中感情线 最丰富的就是格雷斯和宁维凯这一对了 但大家都是冲林浅和立志诚来的 事实上关于曹西文戏霸这件事 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 是演出韩静的徐熙岩 早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正儿八经的说过 徐熙岩称因自己人为言心 所以只能认人宰割 毕竟戴资金组的人他可惹不起 那位戴资金组的女演员 不仅只是自带的编剧 随时修改剧本 竟然还拆了他的CP 甚至将名为凯的扮演者都给换了 虽说徐熙岩没有直接指明 戴资金组的演员到底是谁 但是他在微博上发的一张格雷斯传的图片 便足以向大家说明情况了 前有冠名为凯组CP 后有格雷斯传作配图 说的可不就是在戏中用格雷斯这个身份 和名为凯组CP的曹西文吗 随后曹西文也在微博上做出了回应 不可否认的是 曹西文的演技确实不错 相较起剧中的几位年轻演员来说 他的表演更加的生动 但是作为一个配角 就该肩负起自己绿叶的责任 为观众和作品的收视率着想 比起一个优秀的女二号观众们 更希望看到男女主之间甜蜜的互动 正如网友所言 你和我的《青城时光》 这个剧从某些方面上看确实不错 但因为某些演员的戏法行为 而导致观众对这部戏的喜爱度偏低 如果没有赵丽颖的人气加持 这部戏所有的演员加起来 都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既然给了赵丽颖一番的位置 就应该给他一番的戏份 如今落得个烂尾的下场 谁心里好受 本文游人一圈做任木头 原创文已经授权不得转载